主人, 請放心, 我一定會捉到驚鵝 捉不捉驚鵝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們一定要了解他們想做些什麼 傻客正在調查, 不過已經知道他們好像要殺一個重要的人物 重要人物? 難道他們要刺殺黃展、蒙田? 刺殺我們的主將, 然後再進攻我們的大型? 屬下一定會查到的 注意不要暴露身份 我知道 好了, 繼續你的工作 還有什麼事? 我還有一件事相救 說吧 屬下, 做完這件事 可不可以不用再做此事? 為甚麼? 我… 是不是高漸來又回來? 是 你是我們組織中最好的殺手 可惜你太多情了 屬下, 曾經試過去愛其他男人 不再動真感情 但是… 屬下做不到 辦完這件事之後 你說的事 我會考慮的 謝謝主人 屬下 屬下 underest 你覺得害怕嗎? 我才不害怕 其實死並不可怕 我知道 我是一個刺客 也是一個奸細 殺你 是我必須要完成的職責 你動手吧 我 給我 怎麼會是你的? 怎麼不會是我? 一個刺客是不應該有感情的 你知不知道 放了圓蘭公主 我還未完成我的任務 你是知道的 一個刺客未完成任務 意味著甚麼? 我知道 所以只有我殺了你 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把匕首交出來 不要 你為什麼要把匕首還給他? 因為我必須要給他 小妹妹, 看見了 這樣才是真正動得判斷局勢的人 快點放掉他 我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回答我 我就馬上放人 你們是不是想殺蠢王? 你怎麼會知道 果然真是 他會不會想殺蠢王? 你怎麼會想殺蠢王? 我還不想殺蠢王? 你怎麼會想殺蠢王? 幫你打開我 我不管 主人, 我知道他們的目的了 他們要殺我們的大王 你不應該帶人來這裡 本來你一個人死就夠了 但是現在又多了一個人知道 這樣你們兩個都要死 或者我們兩個都不是你的對手 但是, 只要我們有一個人走得掉的 你的計劃就不用至於成功了 你做得很好 記住, 不管是你還是我 都一定要把消息傳出去 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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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ezar 你在做什麼家族 快點 你走 去掉 快點 快點 公子 好 私 你的動作真是廢 是你的動作太慢了 你殺不殺我所有信甲 你真是夠聰明 最聰明的殺手不一定要靠武功 我是一個女人 還可以用我的身體 也可以用我的聰明智慧 你這次是輸的 我輸了 來, 閉上雙眼 感受一下大自然 有風, 有水, 有山, 有樹 大自然的每一個生命 都有自己的船率 聽不聽到? 風又急又悶 樹葉又輕又重 樹葉在樹上, 迎風飄揚 在空中, 徐波逐流 還有墜落的一剎那 都有不同的感覺 不過, 每一個過程 都有著不同的情緒 不信任 每一個人都用你們 有家人都用了 她們的衣服 一隻都不要留下 這次我無論如何 都不會讓你逃脫的 死是我的命運 亦是你的命運 是你? 是你殺死我所有信甲的? 你為何要殺死我所有信甲? 是你殺死我所有信甲? 你是秦國的奸细 你為何會這樣想? 是你跟那個蒙面人串通好 由我被綁架的一刻開始 你就開始騙我, 是不是? 不是呀 由你認識我的第一日起 我就一直在騙你 你為何要殺死我? 我愛你, 但是我是燕國人 但是你已經背叛了燕國 所以我不能夠繼續背叛下去 我早就知道, 我有一天會被你發現 對不起 郭惠奇主, 我不怪你 我只怪我自己 我為何會愛上你? 那你現在想怎樣做? 我想殺死你 你殺吧 是我欠了你的 好 好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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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是燕國的將軍 我背叛了燕國 愧對燕國 還有 我不能殺你 你是我這輩子 唯一愛的女人 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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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局勢發生了變化 局勢確實對你有利 你已經沒有機會了 但是你也不一定可以殺到我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 你的行動別使得成功 我不會讓你有命離開這裡 六死誰守都還不知道 起床 停手 孫行 站在這裡沒用 喜長 你沒事吧 占尼 我答應過你 我會回來的 是啊 我已經看到你了 你回來 先生 你還沒有放下你的劍 我心中的劍沒有消失 所以我又拿起了我的劍 我們是朋友 你是我的朋友 我不奢望你為了一個朋友去殺一個人 但是你可以為了一個朋友 而放棄殺一個人 我還沒有放棄殺一個人 我還沒有放棄殺一個人 你給我活嗎 我有必須殺他的理由 每個人會在這個世上 都有他存在的意義 沒有人有必須死的道理 你也不能放棄嗎 我必須完成我最後的任務 只要我完成它 我們就可以遠走高飛 你現在什麼任務都沒有了 你唯一的任務 就會和我在一起 不行 我必須完成它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不能在一起 不是 那和任務沒有關係 以前是我錯了 我總是等待你的選擇 但是從現在開始 我不會等你的決定 我用我的雙手抓緊你 不會再讓你離開我 氣象 放棄任務跟我走吧 你知道嗎 有些人 一生中 是不可能擁有愛情的 我就是那個 不可以擁有愛情的人 但是 我還是擁有愛情 我很滿足的 相愛只是開始 我要跟你到永遠 永遠 你明白嗎 佔你 真的有永遠嗎 你能夠看到的未來 就是永遠 我明白 一個女人 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就是有一個 愛自己 照顧自己 並且你都愛她的男人 但是 一旦事情決定了 就沒有辦法選擇 我是一個慈客 一個為秦國工作的慈客 我沒有辦法 去看護好我的愛情 如果上天 能夠讓我再重新選擇的話 我一定會 好好地愛你 既然已經決定了 就應該從現在開始 我必須完成我最後一次任務 你可以放棄任務 你為甚麼不放棄 我是一個慈客 你也是一個慈客 其實你們都可以選擇放棄 為甚麼你們不放棄 你們知道嗎 放棄舊的才有新的開始 你 你也知道嗎 我放棄 還是死 所以 我不會連累你 我不會連累你 騎掌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想重新開始 現在 已經不能重新開始了 不會 只要你願意 生活就會再給你一次機會 還有一件事 我想告訴你 傷頭 傷頭 是我令他變成爸爸的 如果 如果他不變成爸爸的話 他就會死 我不想算頭死 娘, 對不起你 對不起你 我 你會不會怪我 我不怪你 這件事我不會怪你 我知道 這是你唯一的選擇 我 接你 你是一個真正的男人 是 真正明白女兒人的男人 我已經很自足 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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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好照顧孫頭 他是一個 怪的小孩 我不可以再愛你了 我 我 我 再不可以為你做些什麼 再 聽不到你的琴聲 對不起 對不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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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怪 不要怪我 他有他的 即將 喜張 孫頭 我不想讓這個世界 充滿仇恨 喂 你真的越來越無法無天 留了一封信就走了 一走就這麼多天 都留了信給你 還想怎樣 好 好 那京安呢 找到京安沒有 不要跟我提他 我恨死他 幹什麼 出事什麼事 出事就多了 我想起就告訴你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什麼事 京安在外面求見 好 果然是一把好劍 太子 現在情況如何 現在法將軍 用移兵之計拖著他們 但估計拖不了多久 京先生 你什麼時候可以出發 我還要等一個人 誰 我的師父蓋涅 好 有了這把鋒利的匕首 再加上師父 就可以確保萬無一失 好 真是太好了 京安 好啊你京安 你還敢在我面前出現 對不起 一句對不起就算了 你不怕我真的死在人家手上嗎 他不會殺你的 你怎麼知道 他不殺你 並不是不想放了你 之所以留下你的命 是想利用你來拖著我 他才可以送他報信 你如果猜錯了 那我就真的死在人家手上了 你這個黑流的壞人 請 將軍 經過重申調查 燕國軍隊 加上公子家的軍隊 總共不超過十五萬人 那這些兵馬 又說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懷疑 范烏旗用的是移兵之計 大王重用你 確實沒錯 勞夫也覺得 范烏旗採取的可能是移兵之計 將軍 我們不妨進攻局部 如果他們真的用移兵之計的話 我們就可以順勢 將他各個擊破 不行 蒙天將軍 說起來范烏旗也算是一個名將 而且用兵經常出人意料 我們不可以輕易出擊 但是 他們已經拖得我們太久了 我恐怕 再這樣拖下去的話 大王會責備下來 將在外 軍名有所不受 老夫我 雖然是沒有 白起將軍之才 但能夠 戰無不勝 靠什麼 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一個字 忍 雖然有時候 老夫 都會喪失時機 但最終的勝利 必定是老夫 敗不履 聲不嬌 老夫心態 平和 如果我們的奸世未死的話 我現在 都一定已經打聽到范烏旗的準確消息了 他們遲早會暴露的 我們讓些耐性等下去吧 將軍 我想帶一部份兵馬 作一次試探性的攻擊 以探他們的虛神 好 好 試探性攻擊 摸清敵人的虛神 然後步步緊迫 哈哈哈哈 最後逐個擊破 好 有什麼事 我 我想來看看你 小姐 順便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真的想不到 高漸妮和喜雀是一對情侶 那如果一開始你就知道他們的關係 你還會不會殺喜雀 會 但是你和高漸妮是好朋友 如果不殺喜仗 整個計劃就會被洩露 燕國就會遭殃 還有一件事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計劃既然這麼重要 那你為什麼還肯去救我 而且還給一把匕首喜雀 我在這裡等待機會殺喜雀 蛤 只是為了殺喜雀 難道 難道你就沒有為我考慮過嗎 考慮什麼 不是啊 喜雀真的要殺了我 為什麼呢 我想喜雀不會這麼做 你... 你應該回去吧 喂 站在那裡 你喜不喜歡我 我喜歡你 所以我想知道 你喜不喜歡我 喂 喂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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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王展的部隊已經開始進攻了 那我們還能夠支援多久 聽范將軍說 王展和夢恬現在只是試探性的進攻 我們還有辦法拖著他們 但是... 兵力相差實在太遠了 一旦他們全面進攻 我們就玩完了 這張是秦王宮的防衛圖 這張是秦王宮的防衛圖 這張是廣安電 秦王在接見各個事節之前 都要在這裡做嚴格的檢查 一旦發現兵人就會被處死 很多刺客 都死在這裡 這裡是秦王宮大殿 在秦王宮大殿的周圍 一共有三千名虎秘軍 他們全部都是訓練有數 專門負責秦王的安全 所以說在秦王大殿之外 對此客的心理 絕對是一個考驗 那怎麼才能夠進大殿呢 這張是篤礦的地圖 是我大燕最富饒的地區 有了它 認證就會接見你 剩下的 就靠你自己 就靠你了 接著我 燕國特使荊柯,奉燕國大王,喜之命向大王清臣,特獻篤礦地圖作為獻禮 然旦,他為何不來? 呃,太子本來要親自前來,但是在前日突然略染風寒,所以大王清臣深切,派小臣前來 哼,燕旦欺騙寡人,私自徒回燕國,他不向寡人親自認罪,誠衣何在? 大王,燕國已經臣服,太子丹也就是大王的臣民,大王趙之即來,但現在又何必急於一時呢? 急,如果不是寡人派王展率大軍駐守溢水河邊,你們也不知道要和寡人為敵多久? 大王,其實我燕國早有心臣服大巡,但畢竟過去趙國太強了,燕趙商倫,燕國唯恐趙國進攻,所以一直不敢和大巡親近,但現在趙國已經被巡人所免,燕王深感恩慰,本來是趙國一面,燕王就可以過來清臣的,但公子家又朱澤在待棍, 燕國若少,燕王唯恐傷害到未來的大巡神問,直到大王的王展大軍來了,燕王的心才算定下來,所以直到現在才來清臣,你說得都有些道理,你手上就是篤礦地圖,正是,把地圖呈上來, 等寡人看看燕王的誠意,都是神比較熟悉燕國的地理,就由神慢慢說給大王聽吧,好,就由特使程上來,是 大王請問,大王,請問,大王,請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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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王,燕國是燕國最富饒的土地,篤礦,你看這裡,上面共有十五座城池的 你看這邊,這邊 快點救家,救家,快點,救家 快點救家,快點,快點救家 秦王已經被我刺死了 我經安不是為燕國人而殺燕正 我是為秦國人而殺燕正 燕正不是莊商王的親殺兒子 他是女不為的兒子 他不是秦國的正統傳人 我經安寧願一死 維護大秦的正統傳人 我再次 推舉定遠軍為王 不行 定遠軍如何為王 我推薦平成軍為王 定遠軍 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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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刺殺燕正順利 到時候,秦國就會有兩大世家 一個是以王子為首的王家 另一個是以蒙武為首的蒙家 這兩家的關係 向來不和 一直在爭奪第一世家的地位 到時候 我們可以離間這兩家 讓他們支援不同派別王權的爭奪者 到時候 秦國就會爆發內戰 內戰一旦爆發 秦國的勢力勢必削減 敵燒我長 我大煙 一定會變得非常富強 我們聯合楚國 齊國 一起攻打秦國 我相信這兩國 對瓜分秦國 一定有很大的興趣 秦國一面 天下就太平了 蓋獵什麼時候到 很快就到了 好 只要蓋獵一到 我們立刻出發 我要秦王的人頭 改寫天下的局勢 你很快就要出發了 你一定要去刺殺秦王 是 我想跟你一起去 不行 你是怕我會死嗎 那就是說 你喜歡我 我不喜歡你 你騙我 我不相信你對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因為我不再讓任何人有感覺 為甚麼 因為我曾經喜歡過一個女孩 我們兩個有一段很快樂的日子 你 喜歡她是不是 但我最後還是失去了她 我明白了 其實這個年代 本來就不應該有愛情 我沒有經歷過 愛的痛苦 但是 我知道失去愛人的感覺 我只希望 我自己能夠是一個 在你生命中 留下過痕跡的人 可不可以 你…你怎麼會來了 見過甚麼時候出發 甚麼 見過甚麼時候出發去刺殺秦王 怎麼能夠亂說的 萬一傳出去 不單是刺蟲會失敗 我們大衣也會完 那就是說 這件事是機密 你…你不會連這個都不知道吧 既然我已經知道了 就不算是甚麼機密 你想做甚麼 你答應我 讓我和經哥一起去 你瘋了 一個愛人 一個齊國的人 都可以為我們燕國刺殺秦王 為甚麼我不可以 我是燕國的公主 就更有理由成為這次行動的特使 不行 為甚麼 你是怕我會死嗎 這些大衣的公主 怎麼可以刺殺秦王呢 公主她命重要 經安的命就不重要了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每個人活在世界上 都有他的價值 竟我也是一樣 那些人都可以刺殺秦王 就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候 而我們需要 站在另一個位置上 體現自己的價值 這些都是藉口 我和經哥不希望 經哥能夠有命回來 有命回來 你知道的 就算他這次行動成功 不管當時情況有多混亂 不管秦國因甚麼 要出現多少派別 但是那些派別 都不會放過殘殺秦王的人 如果經安如難 我一定會全國哀動 為他舉行國葬 哥 你怎會這麼狠心 我沒辦法 我是為大燕國的百姓 為了天下的百姓 但是 你為甚麼偏偏選做經安 因為經安是世上最好的慈客 我不同意 你是不是喜歡經安 我求求你 你換另一個人行不行 黃妹 你不會是喜歡經安吧 總之不管怎樣也好 你也不能讓他去 否則就讓我和他一起去 要死 我也要和他一起去 你…你不要… 你不要這樣 這件事…你不要再問了 回去吧 你不答應 我就把這件事關掉 你敢 如果你敢亂來… 我決定了 看你怎麼做吧 太子殿下 范烏奇將軍有緊急軍情 找太子殿下商議 知道了 妹妹 孫哥哥求你 他 meet you 來吧 入 Hak 今 europ齣 看視點 結婚 王子已認出了我的戰術 他的大軍已經開始步步緊 dost 還有沒有對策 這一仗 其實 根本不會有什麼對策 這一仗固然可以延緩秦君的行軍速度 但是這是以仗時的傷亡為代價 如果能夠取勝 任何傷亡都是值得的 但是這場戰爭 根本就沒有絲毫取勝的希望 我想請太子再考慮一下 如果沒有機會取勝 是否有機會